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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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了 实际上你精神没钱实际上已经是受报了 因为你前世就没有布施 所以你精神一定受苦 明白了吗 所以为什么说福德福德要福慧双修 因为你要知道有福气的人本身他就有德啊 因为他上辈子他做了很多善事他这辈子才有福气的 所以有福气的人他更容易闻到佛法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有福气 他比方说他有点财 他不失 他做什么事情 他会得到人家更多的帮助啊 因为钱本身就是靠自己积福积德得来的 对不对啊 也是靠努力啊 比方说我拼命的去赚钱 你才会有钱呢 你拼命的去打工工作 你付出的很多的是劳动啊 力量啊 那你得到这个钱 你说你来给菩萨 你说你这不是功德吧 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他精神如果他穷得了 连鱼都放不起 那他这条命就很难把它维持住的 你就再求菩萨的话 实际上菩萨想救你 因为你的福德不够啊 对不对啊 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要有福德的 那个《奥密陀经》里面不是讲吗 对不对啊 不得往生嘛 要有福的 是 是 是 那穷人的话 他就要不停的在不断的积累 他的难度会更大 对了 对了 就是说 你说 你说你一个人本来就是 本来家里条件不好的话 那你要是想成为一个非常条件好的人 你不要比人家一般人要付出更多吗 对 对 对 这个道理 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过去有些概念 说 啊 什么什么 啊 为什么信佛的人 啊 穷人 怎么怎么怎么 实际上因为他今生有福 他还是钱是修的 哦 是 那你们现在在很痛苦的修的时候 那你下辈子很有钱的时候 人家嫉妒你了 那你没想到台长是看得见 人家看不见你今生在 在这一世当中你付出多少啊 嗯 对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你今生已经很没钱了 没有钱了 但是你把钱全部去 又放生啊 又做功德 又做善事啊 你不断的这么积累 等到你下一辈子投入很有钱的人家的时候 人家嫉妒你 你嫉妒人为什么有钱啊 对 那你没看见你今生受了这么多苦呢 是 是 啊 就这么见 没有什么可以嫉妒的都是 没有啊 完全是一种 完全都是一种因果啊 所以因果呢 这是一个定律啊 那是佛 佛法的定律啊 叫因果定律 哦 对 牛灯定律 对不对啊 什么定律 什么定律 那这个定律定下来的这个一个律 那怎么能改变呢 改变不了的 是 谢谢师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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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